世界著名的大提琴家马友友 在周六3月13日接受第二针新冠疫苗注射后 在新冠疫苗接种后等待区 即兴举行了一场小型音乐会 马友友在马萨助塞州 皮茨菲尔德市伯克希尔社区学院的一个娱乐中心内 演奏了标志性的曲目 圣母颂和巴赫的第一大提琴组曲前奏 其他同样刚刚接种新冠疫苗的人 则坐在那里等待15分钟的强制观察期过去 该学院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15分钟音乐会的片段 据当地媒体报道 马友友有事在此地居住 他想为社区做点什么 新冠疫情初期开始 马友友使用Sounds of Comfort安慰曲的标签 在整个疫情期间 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系列表演视频 这场惊喜的小型音乐会 距离第一次发布表演 正好一年 2020年3月13日 马友友在推特上写道 在这些焦虑的日子里 我想找到一种方式来继续分享一些 给我安慰的音乐 他发布的视频中 是他在演奏的德沃夏克的《回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